这是二月的丹麦街头 街上行人多数都没有戴口罩 在Omicron肆虐全球时 当时丹麦就几乎解除了所有防疫措施 现在更宣布从5月15号开始 因为疫苗接种比率高 接种两剂疫苗的人口有480万人 打完第三剂追加剂的也有超过360万人 等于疫苗覆盖率高达九成 加上已经有大约七成民众染疫的情况下 丹麦政府宣布暂停接种新冠疫苗 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暂停接种疫苗的国家 就是变成一个常规疫苗接种的一个项目 不再是一个特别造成工位危机的一个疾病 领先全球怎么做到的 看看丹麦中高龄长者的疫苗覆盖率 成绩相当优异 50岁以上的疫苗施打率超过九成 70岁以上更达到百分之百 但台湾还需要加油 根据卫福部最新资料 15到50岁第12剂疫苗覆盖率都超过九成 但像是75岁以上的重症高风险群覆盖率却相对低 75岁以上长者的第12剂疫苗覆盖率不到八成 追加剂的覆盖率更不到六成 这样的情况下 台湾想脱掉口罩好好呼吸新鲜空气的日子 还有点距离 我们的前三剂未必是打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 所以如果要接近丹麦的部分的话 我们势必要把50岁以上的族群 也跟他一样达到95%以上 至少第一剂要达到95%以上 还能够可能去延续这些国家的 前段时间的一个比较良好的经验 也就是说大幅提升三剂疫苗覆盖率 再加上快篩与抗病毒药物 这防疫三保缺一不可 而医疗量能的重心要放在中重症的高风险族群 他们在学习体现过程中间 并不知道这些无症状实际上可以放下来 而让这些无症状占继了很多的医疗资源 而他们中间过程牺牲掉很多 因为中间感染过多而产生感染了中重症的这些人 而产生过去我们看到的死亡的这些案例 对丹麦而言他们也在这个体现学习 那台湾不应该走过这一条 台湾开始推行 聚焦照护也不再过度匡列 只把重心放在避免中重症高危险族群 病情恶化和死亡 就能跟上欧洲国家跟丹麦的脚步 目前南韩也是这样的步调 29号南韩就宣布 5月2号开始取消户外口罩令 5月下旬开始确诊者也不需要隔离 可以直接到医院或者诊所看病 而美国也在去年底修正过防疫指引 确诊和密切接触同样都才5加5 也就是前5天建议在家 如果第5天还发烧就继续隔离 完全没发烧24小时后建议快筛 如果是阴性就转为5天自主管理 如果是阳性继续隔离 密切接触者方面打过3G疫苗和过去90天已经确诊 有天然抗体的人则通通不需要隔离 世界各国都正逐渐松绑 我们认为在六七月的时候 台湾自然会跟全世界来做接规 因为全世界如果大部分的国家都是流感化之后 除了少数我们比较担心的像非洲 或者是南美洲的医疗资源 比较没有办法赶上来国家 以及疫苗施打比较低的国家 我说的话其实六七月 全世界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 像丹麦这样的例子 大家都会把大门打开 如果再过两个月 台湾就能打开大门和国际接轨 陈秀希说到时候也可以取消口罩令了 他认为世界各国比台湾早两个月 达到群体免疫 这就是在保护台湾 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一样 勤洗手戴口罩 疫苗轮到你就去打 尽速降低中重症的比率 那么像丹麦一样解封的日子 指日可待 新新闻代价一张赵华 采访报导